歡迎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小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 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製作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的播出 那我想今天要談這個話題 應該是在這個禮拜 是在很多的媒體當中 是非常熱門的一個議題 當然這個議題 其實不是只有在最近才發生 它大概在十幾二十年前 其實就已經引起了社會關注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 大概也不太去了解到這個議題 這個地方所發生的一些問題 那這當然要談的是所謂的 慈濟在內湖保護區的一些開發案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對這個議題的了解 大概就是來自於視照會法師 跟科皮之間的一些言語上面的一些爭執 發後續包括坐賓士車等等的消息 可是我們希望我們的節目 能夠回到這個議題的本身來談 讓大家了解這個地方為什麼重要 以及為什麼這個地方 曾經發生過什麼樣的抗爭 還有在這過程當中 它到底究竟發生了哪些的問題 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一個非常重要來賓 他是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的常務理事 同時也是大湖裡的里長洪美惠 洪里長你好 你好 老師好 我是洪美惠 非常謝謝美惠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雖然我們在公民行動影視照庫 在過去有很多的這個報導當中 也曾經有看過洪里長的這一些發言 但是我想從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再把這個議題談清楚 可不可以請你稍微告訴我們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開發案的本身 這塊基地它為什麼會成為一個保護區 它的土質 它的地形 與其這個地方曾經這樣的一個保護區 這個地方曾經對於當地的居民的這個影響 跟它生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其實這整個內湖之所以稱為內湖 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水會滯流的地方 那隨著都市發展 當然有一些地方在經濟發展的結果 都市計劃做了某一些變更處理 有些地方它就會再把它擴大說 這邊最不適合的還是要留下來作為保護區 那某一些地方呢 它可能比較比較穩穩定一點的地方 它就會把它變成是可以作為建築用地的情況 那在現在呢 慈濟現在想要這個做變更的這一塊基地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水域 它是一個跟目前的大湖公園 就是連在一起的一個水域 那所以呢在慈濟的前一手 對於這一塊水域做了一個非法填土這樣子的行為之後呢 那慈濟購買了就要再進行變更然後再開發 那麼這個對我們當地居民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噩夢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 這個我們大湖裡其實曾經經過幾次的大煙水 那個水可以高到快一層樓喔 那也有一些民眾就因為 煙水的狀況就上升了 所以其實當地的裏民對於慈濟要這樣子在這個水域 即便現在是非法填土的平地的狀態 要在這個水域上面這樣子做大量體的開發 大家都是非常恐慌的 所以呢這件事情其實 其實在對大狐狸地民來講 其實這整個抗爭行動大概差不多將近有20年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要生活 每個人都要過日子 為什麼他們會願意 花這麼多的時間下來去反對慈濟這樣子的變更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塊土地 對這個當地居民來講 這個份量是非常相當重的 可是慈濟喔就是不曉得為什麼 他們就不覺得這個環境是相當重要的 那就是一定要去變更 不管他是想要做兒童醫院 還是現在的社會福利專用特區 這個對我們當地的裏民來講 都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狀況 那我們裏民真的是很希望說 這塊土地它具有地理上的不可取代性 也就是說因為山上的水這樣下來 自然而然就會走到這個水域這個地方 所以它具有這個志鴻的不可取代性 所以當今天慈濟他想要在這個地方 開發一萬三千多瓶的量體的建築物的時候 我們的居民當然很恐慌啊 所以呢 大家就是很認真的去一直監視著這件事情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最近 世昭會法師就跟那個柯文哲市長這樣子就 就這樣子吵起來了然後就現在就變成這樣 好像風波很大 但是實際上這個整個 整個事情是一直在進展當中的 都還在行政程序的當中 其實老實講我今天身為里長我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是 這事情本來就一直在發生 一直在進行當中 慈濟從來沒有放棄要開發這塊地 就是他20年來就是一直這樣子 在申請變更的狀態中嘛 然後里民就是一直在反對變更的狀態中啊 可是最近就是忽然間變得很熱鬧 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也很無奈啦 開發基地位於山坡直撞延伸地形與盆地交接處 基地原是連接大湖的兩塊小湖 又稱為溜地 是早期灌溉用的湯皮 這邊是七星水利會那個以前台北非常重要的灌溉系統 它有一個皮 這邊很多農民都世代都居然住在這個地方 那你這邊如果開發了 其實它就被阻決在上面嘛 那我覺得這裡面其實系統性的排水 並沒有完整的解決 周延的去看待 這都是撥角嘛 那都是那個水路的那個最末梢 當然就是一個比較環境敏感的地區 六地上游屬於米粉坑溪與大溝溪的流域 由於是谷地集水區與順向坡地形 整體基地的範圍都屬於環境敏感地帶 對我想出來試試點 這個洪理長最近也上了很多的電視節目 也接受媒體的訪問 在你的臉書上面也看到你其實都覺得 其實已經是發展很多的很久的這個事情 不過事情既然有這個衝突發生 也未必不是壞事 那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把這些問題稍微的談清楚一點 那也許這邊可以從兩個部分 一個大概就是在於所謂的取得土地 它的法律程序的問題 或者是在變更過程的法律程序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可能就是在到底當 就是即使是合法 它還是會造成某些的影響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後面再持續的來談 不過我想要再回到前面的問題 你剛剛談到說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有大概20年 抗爭也加了將近20年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在這20年間 到底跟持際或是跟相關的政府機關 你們的互動的方式是什麼 或是你們抗爭的什麼東西 你們提出了什麼訴求 而不管是政府的都委會 或者是在於持際的部分 他們的回應又是什麼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可以這樣講 其實李明跟持際這一邊 其實基本上好像是不太有很好的溝通 那為什麼呢 因為持際他只要談他的慈善事業 他只談他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李明呢 是很希望他談環境的問題 那所以呢 這兩個是沒有交集的 所以呢 經常我們在都委會 只要一開會了 那就大家就 就通通跑去那邊 然後呢 在都委會上面呢 李明說李明 李明說李明的話 都是談環境 然後呢 持際呢 都談他們的慈善事業 所以一直都是沒有辦法交集 那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這個都委會就在一直開一直開 開了這麼多年下來 通通都沒有結果 沒有交集 那我們李明呢 另外也談了一個東西 也是持際不願意面對的 也就是說法律上的部分 第一個 我們認為說 今天都市計畫的變更案 這是一個很影響 影響這個整個當地居民很大的一件事情哦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依法來辦理嘛 那麼持際呢 他是用一個專案變更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可是呢 專案變更呢 他必須有一些要件存在 比方說 慈濟他用都市計畫法的第27條 第一項第三款 像這樣子的條款 這個法律上面寫的是說 為了因應國防或者經濟發展的需要 非訊行變更不可 在這樣的基礎底下去變更保護區 可是顯然慈濟並沒有具備這樣的條件 所以這個也是李明很質疑的地方啊 為什麼你慈濟可以不守法勒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今天慈濟提出一個都市計畫的主計畫變更案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回來想 這個政府是有法規的啊 政府是有法律的啊 這個 政府的法律裡面規定的是 主計畫的提出是由官方發起的 但是慈濟並不是官方單位啊 為什麼慈濟會去提提主計畫呢 這也是我們民眾很質疑的地方啊 那所以說 我剛剛講的這兩個法律上的問題 慈濟通通沒有面對 都委會也沒有面對 都發局也不面對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 第三個違法的部分 慈濟所在的這個南北基地全部通通都位於山坡地 早期慈濟一直不承認它是山坡地 即便到現在喔 市照會法師 還是上節目一直講 那是平地啊 你們為什麼硬要說人家是山坡地 但是我告訴各位 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就是告訴我們 他給我們的公文就是告訴我們 全部位於山坡地 就是說今天我們有法律有很清楚的定義 但是呢 實際的支持者這一方呢 完全否認 那這樣的基礎底下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對話 那也就是說 形成了每一次的都委會 或者是說記者會 我們就一直在講自己的 個別講個別的 所以永遠都沒有交集 我想大概問題出在這個地方 不過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有其中的一個角色就是政府 不管是都委會或是都法局 那既然兩兆是有衝突的 既然有法令是有明確的限制的 那這些都委會 或是這個都法局 他們完全都沒有回應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既然你們提出了這麼多的 法律上面的質疑 例如說 它是一個個別的變更 還是一個全盤的變更 或者是它是不是符合 這個剛剛談到的都市計畫法的 27條這個部分 那實際的回應又是什麼呢 基本上 我覺得真的 政府單位在這一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覺得它的角色真的很詭異 我必須要講說 真的是很詭異 為什麼呢 我們在旅次的這個審議大會裡面 我們都會提說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主計畫 明明就是只有政府官方才能夠提出的 為什麼實際可以提 但是 每一次的會議 所有的委員通通跳過回避這個問題 從來不回答 完全從來不回答 第二個 關於那個 27條一項三款的這個法令適用的問題呢 我們說 慈濟跟國防沒有關係 他們也不講 他們也不回答我們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在現場都是裝傻嗎還是 對 就是跳過啊 就是跳過啊 每次去 每次去那個審議委員會的時候就是跳過啊 然後呢 講到經濟發展的這個部分呢 慈濟倒是有回應 他首先呢是 一位那個杜發局的官員同時他也是慈濟人哦 邱慶斌先生哦 他就說 哦 因為慈濟所從事的呢 是屬於 可以調和經濟 調和經濟 所以他符合 符合這個經濟發展的需求 所以他就是符合這個定義 就是他這樣子口頭這樣講啊 當他講說調和經濟的時候 其實現場的是一片華然 所以你這個是哪裡來的定義 你怎麼可以自己隨便講講就算了呢 好然後又過了兩年以後 換成慈濟自己說了 我們慈濟從事的是慈善事業 所以是善經濟 我們也從來沒有在經濟學上有看到有任何善經濟的定義啊 所以今天 法律的這個法條的適用是不是可以這麼便宜行事 你慈濟說了就算 那你這個邱禁斌說了就算 是可以這個樣子的嗎 所以我們覺得說 今天政府官方在這個角色裡面 在這個案子的角色裡面 真的其實真的非常的詭異 要不呢就是回避這個問題 要不呢就是讓慈濟來回答一個很奇怪的自己創出來的名詞 所以呢 這個都是我們居民沒有辦法認同的 今天如果說 慈濟他們的開發方能夠有很好的對於我們 我們所質疑的這些法律上的問題能夠有很好的能夠說服我們的話 我想很多的抗爭很多的這個衝突應該都是可以減低 但是十幾年來一直沒有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啊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回答嘛 嗯 就是現在現況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這次其實剛剛你談到是一個非常詭異 甚至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啊 就是明明他是可以就事論事明明他是可以就法論法 明明他有非常清楚的這種法律的規範 以及這個包括環評或是地址相關檢測的一些資料 可是最讓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政府官員他是消失的 為什麼政府官員他在這個地方 或是包括這相關的這個都委會都市計畫處的這個部分 如果就如同您所說的他是一個靜默不生甚至迴避的話 我覺得這是恐怕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失子啊 我不曉得當然這可能會扯遠 就是你們會去考慮去直接的去針對這些政府官員 例如說去監察院或者是去其他的聯正這個相關的委員會裡頭 要求調查或是要求他們來做一些更明確的回憶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再回過來談這個議題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要跟他談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最近引發爭議的磁系開發內湖區的園區的開發案 可是這當然不是最近 這其實已經有經過了20多年的時間了 但是這20多年的時間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議題 有很多的爭點其實並不是很清楚 而且特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政府的角色似乎是消失了 就是我們是納稅人 然後當人民跟人民之間發生的一些衝突的時候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有又按照法規 按照基本的勤理法 或是各式各樣的一種科學的根據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直接的做一些決定 或是讓雙方充分的溝通 那很可惜這樣的一個問題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我們政府這個過程當中 似乎是看不到 現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邀請的是 在這次實際開發案當中 其實也是長期關心這個開發案 以及內湖區的這個大當地的這個居民 大湖裡的里長洪美惠 洪里長你好 你好 老師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消失了 那這個議題其實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都市計畫 或是都委會 甚至整個環評都是跟政府有關 他可能從一個地方甚至到整個大的這個 所謂的國家的環境的規劃都是有關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你剛剛提到說明明有法規 明明有政策 明明有所謂地質的檢定 那明明你也跟這些都委會提了 也跟這個都市計畫書相關的市政府也提了 那他們都是裝傻 對 我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有怎麼樣再去回應 或是繼續向政府這個部分去做抗爭嗎 對 我想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這個政府的消極不作為 使得支持實際開發的這一方 跟我們反對實際開發的這一方 兩邊完全沒有交集的情況底下 就一直在對立一直在衝突 就是政府失職了嘛 政府就是消極不作為嘛 那我們在目前我們的法律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一個救濟的部分 就是環評的部分 只有環評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跟他對政府進行公民告知 然後我們進行公民訴訟 所以這件事情 至於其他的 他的那種 比方說他草率的認定 我剛剛所說的草率認定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他適用法條27條 一項三款的這個解釋 政府遲遲不肯講啊 那我們屢次屢次的這樣子 在都委會裡面這樣子問 有一次那個都發局的主命 劉慧文女士 他是這麼講的 我們就講說 為什麼你們可以用這一條 讓他提案進來 他就說 因為慈濟買了地以後 沒有再破壞土地 這樣子也可以成為 這是兩回事嘛 這是兩回事嘛 所以就是說 我們希望那個 政府要把話講清楚 你今天為什麼讓他試用這個法條 讓他把案子送進來 政府從來不講 然後我們也提出來說 法律上有很清楚的規定啊 三坡地一公頃以上 你就必須叫他還評啊 否則你不能夠給他開發許可嘛 你今天如果說 你要讓他變更 這個 准不准他變更就是一個開發許可啊 那為什麼你可以不用叫他還評咧 所以其實我們李明真的 我們曾經對台北市政府的環保局提起訴訟 我們告了他說 你為什麼可以不叫他還評 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說 這個環評的訴訟案呢 我們告到了去年的四月份的時候 因為張金賀副市長把 實際的這個專案變更的這個案子結束了 把這個案子包裝進去 送進去那個內湖區通盤檢討以後 等於我們訴訟的這個主體 就是這個專案 專案變更的這個部分就消失了 我們訴訟的主體消失了以後變成是 我們就沒有東西可以告了 我們告的對象不在了 所以我們只好測案 所以我們人民在對於環境的保護 我們希望政府有一點作為其實是非常辛苦非常困難的 那這也就是說 逼得我們人民不得已只好經常是上街頭抗議 去用抗爭的方式 或者是開記者會的方式 現在就是形成這樣的狀態啊 那政府這個角色到哪裡去了 我們不知道 先讓我講一下 我其實曾經跟慈濟的發言人何日生先生講過 我們有一個對談 他有一天問我說 你們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們這邊是有制洪量啊幹嘛的 那我們就告訴他說 這個很清楚啊 那個地圖上面都是有的嘛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土地本身就是具有制洪的功能 就跟那個大湖公園一樣啊 那他就告訴我說 可是土地不是我們田的啊 這個湖不是我們田的啊 我說我們知道 我們很清楚的曉得 這個非法田土不是慈濟做的 是慈濟的前手做的 沒錯 但是慈濟的前手做的代表的是什麼 是台北市政府的失職啊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何日生先生就跟我講說 對啊對啊 那你就知道是台北市政府嗎 那你去找台北市政府 不要找我們慈濟嘛 我說沒錯 我們沒有要找你慈濟要這個制洪量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 如果你們今天變更過了以後 你們的大樓一蓋下去之後 我們跟台北市政府就要不回來了 所以我們很清楚 制洪量這個部分 在這塊地的制洪 制洪的這個責任 其實台北市政府是完完全全的失職 我們真的是要跟台北市政府要回來 但是前提是 如果今天慈濟變更了之後 我們就絕對要不回來 所以其實這個因為變更而重新的去做某些的再多做了一些開發而造成了這邊環境所造成的這些所謂的損失甚至淹水的問題更嚴重的話 實際不也是受害者嗎 他好像不管耶 是啊 我覺得說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想法 他們還是有一種思維是人定勝天 他們覺得說工程技術都可以處理這個處理那個的 那我必須講一個東西 我是覺得說在道德上來講 其實就現況而言 目前的非法填土其實還是已經造成他後方的那些農戶 經常在淹水的狀態 並不是現在都不淹水 所以當他今天他一萬三千多瓶的量體一蓋下去之後 整個水流那個淨流通都改變了 整個環境都改變了 那你今天水走到哪裡去 你當然你可以把自己蓋得很好啊 可是那旁邊呢 你的鄰居呢 你的附近的附近的整個大的環境 你要不要照顧到呢 實際不管的耶 你知道嗎 他所規劃的滯鴻量是兩三千而已喔 甚至於他連後方的整個集水區的面積的那些 水的責任他通通都不要管耶 這個是最新的計畫書裡面 已經修訂到變成這個樣子 早期磁劑在設計那個滯鴻量的還有一兩萬喔 現在只有兩三千而已喔 你要知道說在這麼漫長的歲月裡面 他整個計畫書一路的修正 修正的結果是變成是 滯鴻量是越來越少耶 然後料體當然也是在變小當中 可是還是相當的大 有一萬三千多瓶 所以我們其實內服保護區守護聯盟一直 以來的訴求就是一個很清楚的 希望磁劑是在保護區的框架底下 進行社會福利設施的建設 這個我們就 這是他的權利 我們沒有辦法干涉 我們也不干涉 你們也不會說 他們不要去做這些所謂的善事嘛對不對 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阻止 因為現在的法律 他就是可以做 保護區的副條件使用這個辦法裡面 第八組 社會福利專用設施 他就是可以做啊 所以磁劑完全沒有變更的必要性 那我們就不了解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堅持 我們唯一能夠想得到的就是 只有量體 實在是差太大 我覺得另外一個東西回到在這個程序上面來談 就是 你剛剛談到環評 那這個案子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為什麼不直接送環評 或者是是不是已經 進入了某個程度的環評的程序了呢 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磁劑是拒絕的 磁劑是不環評的 磁劑是不環評的 磁劑可以拒絕嗎 因為沒有人叫他 因為沒有人命令他必須做環評啊 所以就是 一直這樣子省啊 可是在法律上面 他只要超過了一定的地基 或是一定的範疇 他不是就應該要做環評嗎 對 所以我剛剛講了 這是一個政府單位很吊詭的角色 他一個很曖昧的態度嘛 他沒有命令他環評 所以呢 磁劑也就賴皮著不環評啊 我真的是這麼覺得啊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今天你必須要補某一些資料 或者是某一些什麼送件之類的 你必須做某一些動作 你才可以有下一步 但是實際沒有做 可是 可是政府就是一直讓他繼續在那裡省啊 政府真的可以叫他就是 你就是環評以後再進來省 我們也一直這樣子跟政府講 但是政府就是裝傻啊 他就當作好像不存在 好像我們都沒有講話一樣 可是我們歷次的都委會的會議裡面 我們一直在呼籲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個主計畫提出來 包括我們講的27條1項3款 包括要環評 所有的委員通通在這裡面 所有的委員會 都在這裡面通通都跳開的 不過其實喔 老師我要告訴你的是 如果你認真的去看那些會議紀錄 還是有一些委員會講到 不應該波地他用 不應該變更 或者是說你最好做個環評之類的 這些話都有寫出來 但是到了大會的做總結論的時候 這些就不見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詭異的事情 坦白說做環評 他如果進到一個法律的程序當中 進到一個專業的程序當中 說不定 說不定這個詞技還是可以變更 那或者是說即使在變更 他還是可以去做某種的調整 因為還有二次環評 或是其他的這種機會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讓大家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明明有法律在那邊 但是他不做那我想問的一個問題 好萬一這個環這個 都市計畫這個變更 然後也沒有經過環評就通過了 那就是像真的去蓋 那對當地的居民的影響是什麼 那從一個整個大的 這種所謂的通盤的考慮來看的話 這個對一個都市的發展 他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老師我覺得你現在把問題先拉的有點遠 不過我先講一個比較前提的東西 OK 沒問題 你的前提先講了 如果不經過環評 然後結果案子過了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引起另外一個更大的抗爭 怎麼說 真的會變成是一個更大型的那種對立 為什麼 如果說政府他不能夠說服我們說他不需要環評 如果政府沒有辦法說服我們 慈濟沒有辦法說服我們說不需要環評 那我們當然會沒有辦法忍受啊 你知道嗎 今天為什麼有法律 可是政府跟慈濟是可以不遵守的 為什麼 這個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啊 對不對 那後來你後面再提到的問題是說 對整個社會到底有什麼影響 我必須講其實有多少的建商就是這樣子胡亂開發 我們看那個慈濟 嗯哼 沒錯 當慈濟開到整個山頭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們南投政府要怎麼處理 想辦法就地合法耶 難道說慈濟就是要走這種路線嗎 硬來嗎 我們會覺得說這個社會觀感真的非常的不好 那今天慈濟之所以成為所謂的台灣之光 他是一個社會觀感非常良好的一個慈善團體 可是今天為了這樣子這一塊地的開發 不惜跟這個我們的李明這樣子槓上 然後呢這樣十幾年下來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在互相的這樣子的攻擊 然後如果說真的走到了不環評 然後又莫名其妙的被通過了 好我們講萬一將來這個地方出事情了怎麼辦 有這麼多專家學者包括方文山老師 包括陳鴻宇老師他們都說 這個環境因子很危險 這個地方不適合開發 還有就是我們在那個都委會的審議會議裡面 其實真的有好多位委員老師他們都是這樣子講的 可是如果說在這種情況底下還是會去變更 還是會通過 然後又不願意做環民 不願意把環境的因素給他摸清楚這些底細 然後就這樣子過了我相信這應該會引起一個非常大的抗爭的 我看可能已經不是只有我們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會來抗爭 我覺得所有關心保護區的人可能通通都集結過來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想像會變得很大 你看光只是現在示照會法師只是為了柯文哲講一個奇怪耶 就已經現在這個新聞這樣子沸沸揚揚這麼多天 那如果像你剛剛講的真的就讓他通過了又不環評 我看這個社會分鎖會會相當大的 我想這樣的一段台話也是給我們政府一個非常嚴重 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醒 就是該有的程序本來就應該要做 該做的這種環民就應該要做 但是我們也看到包括像之前的美麗灣的這個案子 其實也發現類似的問題 結果政府還不是被告書嗎 這個政府會做一些大家覺得非常荒唐莫名其妙的事情 沒錯沒錯 我們真的是覺得政府失之 我昨天上節目我也是這樣講 就是整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就是失靈 然後呢就是皮皮 程序就是繼續這樣子走 然後就是不曉得想要賴皮到什麼時候 然後就偷偷摸摸的過 其實我們居民很辛苦啦 因為我們很怕他偷偷摸摸的過 所以每一場的會議我們通通都要去參與 大家都要把手邊上的事情放下來 我們的生活全部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呢為什麼居民會願意 願意花這麼多的精神在這件事情上面 而不是在好好生活 因為對我們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其實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這樣子不還評那就通過了 我覺得真的是 不曉得會不會就是 有很大很大的那種 真的大家都集結到市政府去包圍市政府算了 嗯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才能夠好的生活呀 是啊是啊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 其實我們跟實際方面跟政府都講 我們希望討論的是環境的問題 包括我這兩三天上電視節目 我也是一直講說 我們來談環境好不好 我們不要一直談你的實戰事業如何如何 因為不管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業 如果你這個地點選錯了 其實好事都一定是變成壞事 沒錯 對不對 搶給的愛不是愛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必須要這樣子 這麼的我覺得蠻橫啦 我真的是覺得已經蠻橫霸道的這種狀態 如果今天他該有的法律程序他都遵守了 該有該做的事情都做了 我們好好來分析 其實我們的理民都是能夠接受 我們可以討論 但是今天如果說 一方面只要談他的 國際救災如何如何的偉大 然後拯救多少人等等的 可是你卻不在乎你 腳上踩的這塊地 這附近這些居民的生命安全 那這有什麼好談的 這根本完全談不下去嘛 你知道嗎 我一直強調的就是說 今天這塊土地它是具有 智虹的地理上面 地理位置上的不可取代性 但是今天慈濟所要想做的 包括他想要做的志工訓練中心 包括他做的圖書館 宿舍等等的 並沒有非要在這一塊不可 這種必要性 沒有不可取代性啊 對不對 你今天倉儲如果能夠在一個交通更便利的 甚至於在機場旁邊是不是更好 記得要做國際救災嘛 你的毛產是不是應該在那邊倉儲 對不對 我們並不是說不歡迎慈濟耶 我們很歡迎慈濟 我們對慈濟也很尊敬耶 我們也很愛慈濟啊 但是今天是 我們要跟他談的是環境 我們完全不要去談 這些各式各樣的事業 那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的事業是很重要的啊 管你是什麼 對不對 環境它就是有地理的不可取代性嘛 那如果這個疑慮能夠好好的跟李明解釋清楚 拿出證據來好好的解釋清楚 我覺得李明是相當理性的 都是可談 但是十幾二十年來 完全不談這個部分 你想想看光只是一個三坡地的部分 我們都有公文喔 農委會水保局都給我們公文了 可是慈濟的支持者還是否認他是三坡地 你想想看這麼簡單的東西 他都可以跟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有共識 而這個是一個法律文件 這是公文耶 然後他們都可以不承認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會有互信的基礎嗎 會變成就是現在這種狀況啊 一直吵個不停啊 對我想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 大概不只是沒完沒了 那個彼此之間衝突也會更大 沒錯 問題也不可能去解決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洪里長 因為畢竟是已經換了新的市長 但柯P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這個部分其實還不是很清楚 作為一個里民作為一個里長 作為一個保護區 這個守護聯盟的這個成員 你會給我們的新的 這個柯P市長什麼樣的建議呢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喔 我們的要求就是很卑微的 就是依法辦理啊 真的是依法辦理啊 像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提出來幾個法律上的問題 然後我們希望他做環評 這個土地上的這個因素 應該要搞清楚來 然後再好好的認真的來審議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這個抗爭就會停下來啊 可是如果說還是像以前這樣子呼嚨 包括像以前那個新玩家老師 那是更好笑的 他在審議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整場就在送揚慈濟的那個功德 那這個是一個專業審查嗎 完全不是嘛 甚至於他可以在會議上 沒講的話都寫到會議紀錄裡面去 這根本就偽造文書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說還是繼續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不管是換誰當市長都是一樣的 這個抗爭永遠不會停止 所以如果說今天柯文哲市長 他很願意的 就是真正的依法行政 依法來做這些事情 讓都市審議委員會好好的審 該做的環評好好的做 也不要做那偷雞摸狗的那種 該專探的不專探 然後跳來跳去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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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一些不實的地質的那種報告 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好好的認真來做 我覺得那個都是可以溝通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現在陷入到某種的泥沼 那當然裡頭包括各式各樣的情緒 或者是一些 置業或者是一些道德的問題 但是他很少回到那個基本的法律 行政以及在環境程序上面 來進行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也其實也常常會最後倒霉的 其實是人民的本身 如果當政府無人的時候 倒霉的絕對是人民的本身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只能夠跟洪理長談到這邊 希望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針對相關議題 再做更深刻的討論 謝謝洪理長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拜拜 謝謝老師謝謝 謝謝 謝謝